农家大材造烧的菜虽然卖像不怎么样 但是味道是真的好吃 而且随便三两下就能搞定一座菜了 我爸是真不给我逛菜场的机会呀 本来今天我想烧别的菜的 结果他一大早又买了这么一大袋菜 而且我爸特别喜欢买肉 每次不是猪蹄就是五花肉 不是铜骨就是排骨 先把菜洗干净 然后备下菜烧烧还是很快的 猪肝给它切薄一点 放姜蒜 放点料酒 生抽 辣椒 然后再放一点泡椒 红薯粉 给它抓拌均匀腌制一下 我妹说她的这个大材造刚做好的 让我多给它烧一烧 把锅烧得好用一点 先烧五花肉吧 放一点底油 然后把肉放进去煎炒一下 炒出油了以后 放一点姜蒜 黄酒 生抽 老抽 盐 然后搅拌均匀 再加水 转移到砂锅里面去炖 这样子的话 大材造我就可以开始炒别的菜了 忘记加糖了 我放了两勺 煎炒土豆丝吧 可能锅烧得比较热 然后锅又比较大 这个土豆丝随便炒了几下 感觉就炒透了 青红辣椒丝也一起放进去炒了 然后放点盐 再搅拌几下 再放点葱花和味精 就可以出锅了 没放生抽 这样青草的土豆丝也挺好吃的 还有一点肥肉 给它熬了烧豆腐 火太大了 直接把油渣给熬焦了 就不要了 豆腐是买的老豆腐 因为那天老爸烧得很好吃 所以今天还是一样的做法 随便煎两下 然后就放点生抽盐 料酒 加一点点清水 然后放点辣椒跟葱 就可以出锅了 老豆腐买得好 这样烧起来就特别香 我也烧好了 最后还有一个猪肝 烧猪肝就是油稍微多放一点 然后烧得很热 把腌制好的猪肝放下去爆炒一下 因为调料都事先腌制好了 所以不用调味 直接放点芹菜段 或者是大蒜苗什么的 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猪肝就切薄一点 这样很容易熟 而且又嫩 红烧肉也炖的差不多了 大火给它收汁一下 把汤汁收的浓一点就可以吃了 自己家的厨房用习惯了 到了陌生的地方 感觉厨艺都有点下降了 不过还好吃饭的人多 大家抢着吃就特别香